Hello大家好 我是飘雪 我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叫禅炳村 从亭江镇下来一个村庄 这边也都是出国的 禅炳村可能很早以前 80年代这边就很多出国的了 他们出国的比较早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禅炳村 我也没来过 头一次来 给你们看一下 一进来村庄 他这边就有棵百年龙树 你看这龙树知道了有多大 龙树是我们福州这边的 一大特色 因为龙树 龙城 他主要是以这个龙树为名 所以说叫龙城 福州这边简称龙城 现在往里走走 还是那句话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英语 不是这叫禅炳村 有屏幕前面有没有禅炳村的朋友们 如果有禅炳村的朋友们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告诉我一下 让我们认识一下 可能我现在走过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门口 有没有 我最近换了一个换了一个运动相机 我这个运动相机是12 我原来那个是9 已经好多年了 我这次买了个新的是912 12它的管脚镜更好 所以说我这样的话可以照到我整个人 平时的话 9的话 它管脚镜没有这么强 没有这么好 这个管脚镜可以照到我整个人 往哪边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给你们看看我背后这颗新人渣 老大老大了 然后上面开花了 看一下可漂亮了 看看全是花苞 这么多 含苞待放了 好看不 上面全是花苞 好看我喜欢 花痴 又遇到花痴了 这种自拍感也很长 自拍感很长 可以拉伸到1米6 应该有我人这么高 1米6多 1米65这样可以拉伸到 街上静悄悄的 我一个人也没看到 目前为止我走进来 你们看到吗 你们看到一个人都没有 就是亭江镇 它是镇子 人很多 像这种村庄里面 基本都出国了 而且他们这个村庄 产品村出国很早 他们很早 我们九几年才大量的出国 他们可能八几年就开始很多人出国了 这边的街道特别干净 特别漂亮 你们看得到吗 镜头里面就看得到 这镜头看得到 他们这边街道特别干净 街道很整齐 虽然说它这是老街 但是它这老街就很干净 你看每一条街道都很干净 给你们看看的镜头 我镜头转过去 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你看这小巷子里面 都超级干净 很整齐 刚才我上网做了一下攻略 我才知道 它这个村庄在2020年的时候 被评为我们福州市 十大最美乡村之一 可能 所以说它这个村庄里面 特别干净 特别整齐 就是没有人静悄悄的 非常安静 你们听得到静悄悄的 没有声音 产品幼儿园 现在学校放假了 也没有人 我该怎么走 从这边走吗 村委会在这边 长饼村党群服务中心 这应该就是村委会了 对 村委会 这边有个蝉蓝很漂亮 我好像在你那视频里 也有看到你那拍的 这个蝉蓝很漂亮 看到没有里面 里面可好看了 看干净 但是就是没有人 这么悄悄 然后那边房子 你看到没有 那边后面的房子全是这种的漂亮房 很漂亮 没人住 70% 80%没人住 知道吗 可能我说的百分之七八十还是少说了 可能还不止百分之七八十 知道吗 因为他们这边出国的更早 所以 小狗狗 你来找我干啥呀 你要上镜呀 我不敢惹你哦 我害怕 你离我远点吧 还有个产品影剧院 这是最早以前的电影院 现在还在 现在可能已经拿来做参观了 应该是没有用了 这是够人要参观的 这个大龙树也好大 后面应该就是高速公路了 应该走到头了里面 你看这边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很漂亮的房子 应该也都没人住 然后村民也都是这样的 他们真的街道好干净好干净 是因为没人住的原因吗 还是说他们这边的管制比较好 干净不干净跟村委会有关系 可能村委会比较好 街道很正气 你看 就这样很正气 就这样很正气 好像比我们村子里面好多了 我们村子里面的房子比较乱 都这样一排一排的 然后这边也是 一眼都看到头了 哇 这个大龙树真大哟 这才叫百年大龙树呢 看看吧 这房子多漂亮 一栋一栋 看到了吗 里面的房子 全都是漂亮的房子 这可能有车子 还有人住 前面里面都是这样的大喊 很漂亮 好了 差不多了 到头了 再出去就是高速公路了 后面就高速公路了 你就不进去了 你看 他们这边每个家门口都贴着这种 家规家讯 你看到没有 产品村 五星级 每家每户门口都有 包卫生 门前 五包则论 包卫生 包门前 无垃圾 无灰烟头 你看 1234 五包 它是这么显示的 所以说它这边特别干净 每家每户门口都贴着的